近段时间特朗普政府为了赢得大选打起了台湾牌 企图以台制华 另一边蔡英文当局也误以为抱到大腿 频频斜扬自重 不断与美勾连 例如台当局多次无视大陆警告 购买越来越多的进攻性武器 就在本月初 台方又与美方签署了价值高达30亿6540万新台币的军售案 包括剑用弹药等18项武器 预测可以维持各型台海军舰艇弹药 未来九年的需求补给量 如今台当局以武谋独的野心已经越发明显 大陆方面绝不会坐视不理 就在11月12日 台湾防务部门发布及时军情通报称 当天上午 解放军一架运8反潜机进入台湾西南空域 台军老调重弹称 已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使用广播驱离 并出动地岛部队进行追踪 对此台媒表示 这已经是本月来解放军军机第十次进入台西南空域 也是台方自9月16日创设公报制度以来 第39次进入该空域 显然 解放军用行动警告台当局与台独势力 莫要低估大陆决心 一旦台方有任何以武谋独的动作 解放军必将奉陪到底 就在11月11日 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发言人朱凤莲就两岸热点议题 答记者问 期间朱凤莲强调 民进党当局大搞台独还指望外部势力保护 只会铸成历史性大错和灾难性后果 民进党当局与台独势力千万不可低估 两岸民众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意志 不可低估我们所做的准备和能力 总结起来说 就是不可低估 不可挑衅 不可冒险 另外 对于民进党当局既想推动两岸对话 又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行为 朱凤莲表示 奉劝民进党当局不要玩文字游戏 只有承认九二共识 停止勾连外部势力和进行谋独挑衅 才能实际推动两岸关系的改善 才是真正的从台湾民众的福祉出发 才是正途 最后 针对那些贫打台湾牌的少数国家 朱凤莲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